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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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 GSE UK Homes 我們今天來到樂定銜 PG-10 參觀一個新樓盤 發展商是 Barrett Homes 首先介紹一下Beaston這個地方 其實Beaston就是駱定咸市中心的西南方 駕車出去駱定咸市中心只需要14分鐘左右 這個樓盤相當接近Town Center 它走過Town Center只需要11分鐘 Town Center有巴士站 戲院、餐廳、銀行 有兩間大型超市 還有電車的 所以交通非常方便 而這個樓盤 它的街口就有巴士站 而它附近走過去3、4分鐘左右 就有Beaston Station這個火車站 至於學校方面 它3公里、3英里範圍之內 就有多間的 Good & Outstanding 中小學 所以上學交通非常方便 我們會參觀這間三房的半獨立屋 在我們左手邊的屋形 叫Beaston 它是三房一套 我們進去參觀 我們進來這間屋 看到一個Horway 鋪了一個Lemonade 地板 長度不是很長的 大概是7呎左右 左手邊就是地下的黑池 它是一個黑池 它就配備了一個馬桶和洗手盆 它就配備了一個馬桶和洗手盆 而我們轉入第一間房 就是這間屋的Living Room 它就放了兩張的沙發 地下就鋪了地毯 而左手邊就開了兩隻窗 窗都開得很大 看回正門方向 所以就覺得很光猛 我們另一個位置 看看這個Living Room的全貌 空間大概是接近200呎 都幾闊 我們再走進去Kitchen Diner Kitchen Diner就鋪了木地板 放置了一張四人餐桌 再走前面就是一個玻璃門 通向自己的後花園 而左手邊就是一個U字型的廚櫃 這個廚房就配備了一個四頭的明火爐 內置式火爐和抽油煙機 它的Worktop就做了木 有個星盤 星盤上高就有一隻窗 看回自己的後院 我們另一個位置看看這個Kitchen Diner 空間大概是200呎 都是 那我們看一下玻璃門外面的後院 後院空間其實現在就好像很大 其實就share了旁邊的那間屋 當時蓋上一個Fan之後大概是300呎 我們準備上去一樓看看這間房間的其他房間 我們上到一樓了 這層就有三間房間 加一個Famil Bath Famil Bath的地下就鋪了地磚 是一個名廁 有馬桶洗手盆 它配置了一個浴缸 浴缸 浴缸的磚都鋪到上頂的 空間大概是20-30呎 我們轉到來看第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就放了一張雙人床 有一個窗在右邊 而左邊就做了一個到頂的入場衣櫃 門後面都放了一個半身櫃 這間房間的空間大概是8-23呎 它放完這張Kingsize的雙人床之後 左右兩邊的走動空間就變了剩下1-2呎 床尾也是剩下1-2呎的走廊 它的窗的方向就看回自己的後方園 我們出到Landing的位置 繼續參觀其他房間 這層全層都鋪了地毯 去到第二間房間 這間房間就是一間套房 它放了一張Kingsize的雙人床在中間 而近窗那邊它放了一個半身的雜物櫃 另一邊就做了一個到頂的衣櫃 它就中間開了線窗 看回正門的方向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這間房間 它有第二個衣櫃就藏在門後面 也是到頂的衣櫃 可以處理一個 日常衣物的收納 我們去參觀這間房間的套廁 套廁它鋪了一個膠地板 配備了馬桶洗手盆 也是一個名次來的 它就做了一個奇缸 奇缸就是一個長方形 奇缸的闊度不是太闊 它大概是兩至三尺左右 磚都鋪了到頂的 我們從這個角度看看這間房間 房間的空間都不是太大 但是是很合理的 我們出回Landing 入第三間房間前 我們看到一個Cupboard的門 這裡偷了一個樓梯頂的位置 做這個Cupboard 增加了儲物空間 來到最後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就是一間單人房 面積大概80呎 放了一張單人床 床尾就放了一個單門衣櫃到頂的 它的窗的方向就看回正門 放了一張單人床 它走廊的空間大概是有三尺左右 所以它在走廊空間都放了一個半身的雜物櫃 好 我們參觀這間房間去到這裏 我們將會參觀這間是三房一套的獨立屋 它的屋形叫做Moresbury 我們準備入屋參觀 好 我們進到這間房間 它的屋形在這間房間的中間位置 我們一進門後 右邊就看到一道雙門的Cupboard 這個Cupboard的大小 大概是十多尺 很高的 它放置了一個電箱在Cupboard上 也可以容納到很多的質物 我們先參觀左邊的Living Room Living Room鋪了地毯 而左邊和正面的牆 就開了三隻窗 所以採光就非常之好 這個Living Room 好 我們看到 在正前方就放了兩組的沙發 分別是兩人和三人的沙發 中間它都足夠的空間放到一個茶几 感覺上非常闊 現在都很方正的 整個Living Room的面積大概是180呎左右 好 我們繼續參觀其他部份 我們走出來Horway Horway鋪了木地板 我們看到有一個樓梯上去一樓 而樓梯底就有一道滿 這個空間就是地下的黑痴 黑痴是一個長方形的形狀 它是一個黑痴來的 有簡單的洗手盆和馬桶 而右手邊就是這間屋的Kitchen Diner 它就放了一張六人餐桌在右手邊 而餐桌的後面就是一個玻璃門直通去自己的後花園 在我們的左手邊就是一個U字形的柱櫃 配備了四頭的明火焦石爐 兩個built-in的焗爐 也有個抽氣線 它的worktop是用了木面的 看到有一個大升盤 升盤上高就有線窗 可以看回自己的後花園 我們另一個角度看看這個Kitchen Diner 空間大概是200呎左右 不算太大 不過所有的設備都非常齊全 我們準備上這間屋的一樓參觀 好了我們上到一樓了 這屋有三間房一個very bath 首先我們參觀左手邊的房 左手邊這間房是一個單人房 這個面積大概是八九十呎 就放了一張單人床 床裡還有位置有兩呎的闊度 可以放在其他雜物 我們正前方就開了一張窗 窗下底就放了一個雜物龜 它的方向是望回這間屋的後花園 一樓這層就全層鋪了地毯 接著我們參觀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就是一間雙人房 它就放了一張king size的床在房間的中間 就可以三邊落床 左右都放置了一個床頭櫃 而它的優線窗就望回正門的方向 床尾有一個凹位就偷了你 做一個入場衣龜 好 我們出回來 Landing 一出到來就有一個 扣門 這個扣門其實是比較淺的 大概一尺度 不過它是全新的扣門 就可以放一些高 高新的產物 接著就是來到Family Bath Family Bath就鋪了地毯 配備了馬桶洗手盆 油線窗 另外就配備了浴缸 浴缸那部份的磚都鋪到上頂 空間大概是30多呎 都尚算寬敞可以容納多一個人 去到最後這間房間 是一間主人套房來的 這間主人套房的面積大概是867億左右 放了一張King size的床 左右兩邊還有空間就放床頭櫃 另外床的右邊就做了一個比較大的高新衣櫃 整個高新衣櫃的闊度大概是5至6呎 放了很多雜物 而這裏就有線窗 看回這間房子的左手邊 床尾 兔瓷門旁邊這部份就放了一張塑妝台 好去到兔瓷這部份 兔瓷它就鋪了膠地板 有馬桶洗手盆 也都有一線很大的窗 它是做了一個企缸的 這個企缸比較闊 大概有4至5呎的闊度 它的企缸的磚都鋪到上天花板 我們在另一個角度看看這間住人房 好了我們這間屋就看到這裏了 我們將會參觀一間 是一間4房一套的獨立屋 它分開三層 它的屋形是Kingsville 我們準備入屋參觀 好了我們進來這間屋了 左手邊就是一個吸钵 吸钵就擺了電箱 還有火鍋也放在這裏 窗戶的尺寸不是太大 大概是七八尺空間 可以放一些高層的雜物 而我們的右手邊 就是一間study room 現在的佈置暫時是一間書房 但其實空間也足夠放一間單人床和衣櫃 有一隻窗戶就往正門的方向 我們出到Horway 這道門 在樓梯旁邊這道門 就是地下的WC 是一個黑廁 有馬桶和洗手盆 一個簡單的設計 而Horway再進入 就是這間屋的Kitchen Diner 在右手邊就是一個L字形的worktop 它就配置了一個四頭的明火錄 上高有抽油煙機 下面有build-in的紅酒櫃 還有兩個焗爐 那Worktop就是用了木 在左手邊它就放了餐桌 而餐桌的前面就是一個電視櫃 右手邊就放了一個三人梳化 而在我們正前方就是一個玻璃門 就通到自己的花園 我們另一個角度看看這個Kitchen Diner 空間大概是200多尺 那右手邊呢 其實餐桌就放在一個樓梯底下方 空間就用到盡了 現在看到了 樓梯底下方也製造了一個cupboard 那也是幾尺空間 放一些雜物 好了我們上去一樓繼續參觀 我們上到一樓了 這層有兩間房間 左手邊呢 就是一間套房來的 這個套房的面積大概是150尺 左手邊床尾這個地方 配置了兩個衣櫃 和一個化妝台 那看到正前方是一個 兩線窗 就看回後院的 就放了一張King Size的床 三邊可以下床的 而床的右手邊呢 就是這間房的套廁 套廁呢 就配置了奇缸 馬桶洗手盤 有一隻窗 是名次來的 那這個套廁的空間呢 大概是30多尺 我們在另一角度看看這間房間 其實床尾的空間都非常之多 走動方面就絕對沒問題的 這間房間看回後院的景 就是這樣的 很開揚 我們出回到 Landing位 那就參觀這間房間的 reception 他把Living屋搬上一樓 空間大概是156呎 放了一組沙發 一個電視櫃 而門後面呢 都還有另一組沙發的 那都是開了一線窗 那有兩隻窗 在這裏 那個採缸非常好的 那窗的方向呢 我們就看回這間屋的正門方向 我們第二個角度看看這個reception 其實也都可以考慮呢 就把它改造一間雙人房 那啊 除了雙人床之外 都可以放到很多的傢俬 好 我們準備上去這間屋最高的層 好我們上到這間屋的最高這層了 這層呢 這層呢 就是有兩間房 和一個Fedmate Bath 我們首先看左手邊這間房 那可以見到啦 這間房呢 其實是有一個斜頂的 斜頂上高就開了天窗 他床尾的空間呢 都很寬闊 他就做了一個倒頂衣櫃 和放了一張塑葬台 另外呢 右手邊呢 他就放了一張 queen size的床了 左右還有很多空間剩下 三邊下床絕對沒問題的 我們另一角度看看 那床尾呢 大概還有三四呎的位置走動 而兩邊呢都有幾呎的位置 好 好我們出回去Landing 他的Family Bath呢 就在二樓一層的 那都是一個名廁 他配備了洗手盆 馬桶和浴缸的 那這個Show Home呢 浴缸部分的磚呢 都鋪到上頂的了 那這個空間呢大概都是三十多呎啦 好了去到這間屋的第四間房 這間房呢都是一個斜頂的設計啦 那就有一隻窗在正中間 他就放了一張單人床在我們的左手邊 空間呢大概是百二三呎 而另一個方向呢 他就做了一個半身櫃和一個全身的衣� 那如果做單人房呢 都空間感都不錯的 那我們出回Landing之前呢 在門口位置 他就偷了樓梯頂做一個窗窗的 那就儲物就多些空間啦 那我們出回Landing之前呢 在門口位置 他就偷了樓梯頂做一個窗窗的 那就儲物就多些空間啦 好了我們這間屋就看到這裏 的一 Sempre 事情將來打開